這是我不用工作的日常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 我們拍八點檔 或者是上通告 我還沒講 你不是這樣講 他拍八點檔的時候 也是沒日沒夜 八點檔真的是沒日沒夜 所以通常是11點我睡到 自然醒 睜開眼 該起來了 然後因為是肚子餓 如果沒睜開咧 沒有啦 GG3就回家了 對 所以這是有遊客的 所以有可能是11點到12點 或者甚至到12點半 惡醒就是我該起床的時候 OK 對 那起床之後呢 他可能有時候已經出門工作 那我就會開始起床找東西吃 吃完呢 像馬哥一樣 我就會開始打開電視 看新聞 看一看新聞 或者是看一下來看一部劇 那你也會罵嗎 我還好耶 對 我的年紀比較年輕一點 他比較瘋 不是 會罵的都在那裡 是瘋啦 他是瘋啦 我老公也很年輕 他也是罵 對啊 也會唸 看完新聞之後呢 再回去床上睡個午覺 才敢醒耶 才敢醒 你們也醒多久耶 不是因為八點檔 他真的沒什麼時間補眠 就是休息 你11點都已經自然醒了 然後兩點要去睡覺 那就表示你11點起來 也不怎麼自然 對啊 他剛剛有說他是餓醒的 不是真的想醒 然後睡完兩個小時之後呢 肚子又餓了 又餓了 又找東西吃了 對 開始找東西吃 那邊吃的時候呢 我就會打開那個電腦 或者是打開SWITCH這種東西 我們就會開始玩一下 因為小孩準備要回家了 通常這個時間老婆就不在了嘛 對 老婆應該整個下午都不在 那就是等於是我的天下 那就是吃完下午茶 我就變成了 那也會當A片吧 A片啦 A片啦 因為真的老婆不在啊 A沒時間啦 其實他這樣 老婆又要 你這邊應該就是洗手 打衛生紙 洗手 沒有這麼地鐵啦 然後六點就接小孩了 六點接小孩了之後呢 老婆已經回來 已經把晚餐做好 做好了之後 我覺得開始要做到 爸爸的責任了 因為我兒子很喜歡打籃球 對 沒錯 所以大家不要因為 看他的行程裡面都沒有我 所以就等於以為我沒有參與到 這個家裡的責任 其實我是有 打籃球之後呢 然後我們就會回來 我也會幫小孩子洗澡 洗完澡之後呢 我就會陪他們上床睡覺 睡完覺之後呢 再回去打電動 就是你自己的時間了 對 就是我自己的時間 然後打到大概1點半 2點的時候回來睡覺 電動有這麼好玩 你那麼愛打電動 對 因為其實那真的就是 男生放鬆 紓壓的一個方法 他打籃球他會喘啊 他戴籃球都是 來來 弟弟 來 兒子來 去接 去接 那是足球吧 他兒子是拉布拉多 去接 來 接下來 女人最看不慣男人 把時間在浪費哪裡 中立在群組聊哪個內衡症 我不懂耶 這些垃圾話 到底為什麼可以聊兩個小時 為什麼男生停個車 找個車尾 40分鐘一個小時都過去了 讓我一個人在餐廳 兩個半天 打電動沒抽說最後一場 就永遠都會有下一場 一打就是 超過六個小時以上 從白天玩到黑夜 連飯都不用吃 真的超誇張 見我前男友前女友失戀 然後他就陪他聊天 聊三個小時多 把時間浪費在他身上 我整個超傻眼 有夠白目的耶 這不就分明要找架吵嗎 好 滿圓 對 我沒有辦法理解的是 譬如說像我弟跟我一起住啊 然後我已經比較沒有機會 坐在電視機前面看電視 可是只要呢 我看到我弟坐在那邊看電視 我走過去 然後呢 我只要一坐下去看 我說 這個不是看過了 唐伯虎點秋香 男生好像很愛看 又是唐伯虎點秋香 我跟你講這都還不夠誇張 有一天我坐在他旁邊 我突然聽到 就是電視在播對不對 他講台詞了對不對 對 他講台詞了 對 他背起來了 在我旁邊說 自己演 自己演 他跟電視同步耶 我懂 他到最後都會背台詞 對 你是有什麼問題嗎 為什麼同樣一部電影 你要看五次 我說一部電影兩個小時 你看五次 你就有十個小時 浪費在這件事情上面 對 而且你跟著他一起唸台詞 這到底什麼樂趣 對 很了解 然後成就感 對 成就感 沉浸在那裡面 唐伯虎點秋香還有一段是 兩個人在鬥師 有沒有 他出了一個什麼對聯 對 對 他跟裡面那個人在對鬥師耶 對 我就會覺得 你怎麼了 他就跟電影在對話 然後後來我就發覺說 這個問題好像滿嚴重的 然後我印象比較深刻是 有一次我去大賣場 我本來沒有想說 我會買那麼多東西 後來挑一挑 好像我自己帶不回家 我就打電話跟他說 我說待會你半個小時之後 來大賣場門口接我這樣子 他說好 沒問題 我晚上都沒事 好 然後我就慢慢... 好了半個小時之後 我就在大賣場門口等 好了 過去十分鐘了 我就想說 好 那我再打 我再傳個訊息給他 我說你出門了沒 沒消息 我說沒消息 好 那我就直接打電話 也沒人接 然後我開始 腦袋我就想說 你是不是發生車禍了 還是你怎麼了 怎麼了 怎麼會完全無聲無息這樣 我想說那不行耶 算了 我就叫個計程車 我就自己回家 我一開門 他在客廳 他在客廳 然後轉頭看我說 我說 你怎麼回來了 時間到了嗎 我說都過去一個小時了 時間已經過了 很值得生氣耶 我都覺得 你真的是有病嗎 就看一個同樣的東西 可以看五遍 然後還可以這樣 我覺得太誇張 好沈浸喔 這個 像我老公很喜歡籃球 跟汽車 然後同一部片 像我們女生都不懂 看到我都懂了 我說這不是上次了 而且同一個顏色 同一個紀錄片 同一個YouTube 他可以一直重複的看 我想說是在複習什麼功課 對 這要考試嗎 對 這要考試嗎 老公都會專注在自己喜歡的事情上面 因為像我自己 比如說出門工作的時候 他就是 完全就是一直在打電動 然後有時候我就會跟他說 我晚餐要煮什麼 你可能去幫我買個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像前幾天我就跟他說 你幫我買雞肉 買蔥 然後反正你都要出門了嘛 順便幫我繳一下帳單 結果我工作回來之後 我就問他說 我交代你的事情你做了沒 結果雞肉跟蔥 我就說你剛剛已經出門了 你怎麼會 三樣當中就忘記兩樣 對 你是余腦嗎 而且重點是我還打在那個LINE裡面 第一項是什麼 第二項是什麼 他們只看第一行 對 他好像真的很廢 不要叫他道遠 你不要這麼發自內心 以後你要叫他道遠 你要叫他余腦 對 余腦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就跟他說 那你帳單 到底什麼時候要幫我繳 他就說 我等一下去打球的時候 就會幫你繳了 反正我等一下要出門 對 結果打球回來 我問他說 那你帳單腳了嗎 他說 好氣喔 很生氣嗎 這就算了 你知道他常常就是 我常比如說 做完什麼事情 需要他幫忙 或者是我在廚房 有什麼什麼事情 需要他幫忙 或小孩就會說 媽媽你幫我幹嘛的時候 我就說 結果我一直喊他 林道遠 道遠 林道遠 人呢 他在廁所裡面 幹嘛 上廁所 應該不是喔 是看一些騙子 然後順便做一些騎子 他說一進去 就要進去40分鐘 這我要解釋一下好不好 這個 起先一開始這個旺東西 其實我跟馬哥一樣 就是我身體上 有部分可能有點缺陷 哪裡 哪裡缺陷 對 那我第三次確診 對 那我第三次確診之後 我發現我有腦霧的症狀 真的 腦燒壞了 對 腦霧的症狀是怎樣 就是你現在說 好 我等一下要去買東西 然後我突然走到門口 我會說 忘了要買什麼 我要幹嘛 你都是獅子 對 我會忘了我要幹嘛 所以你不是忘了要買什麼 你連要幹嘛都忘了 對 例如說你的車牌號碼是多少 然後我可能過了30秒到1分鐘 我真的會忘記 然後我就問你說 你剛剛跟我說 你的車牌號碼是多少 對 所以我真的覺得我的腦 這只有我們生完小孩 才會這樣熊熊 你以後也會 對 我其實沒生之前就這樣 那生完會更嚴重 疫情真的會 你是確診三次 對 我確診三次 我一個朋友比你多一次 他那個腦霧到什麼程度 他早上起床 然後洗臉 然後照鏡子 那個鏡子 你是誰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欠來了 那是真的稍微 那是網路上的一個那個 那個D卡裡面的 你是誰 D卡咧 有時候為什麼躲在廁所那麼久 那第一個是 真的是打電動 打電動我承認 再來 但是我們真的 我說真的 走進婚姻的墳墓 我已經整個人生都是你了 那我只有 我只有這段打電動的時間 能夠跟朋友交流而已 你怎麼可以把婚姻講成墳墓 對啊 可以這樣講 因為我覺得是花園 對 是花園 對不對 不要再補了一槍 像天堂一樣 有啦 大遠有一次跟我講 他婚前是沒有信仰的 對 他今天完婚有信仰 對 這一槍是我們 好煩喔 今天這麼辛苦耶 所以我們這段時間 能夠跟朋友交流 你知道嗎 其實他們玩遊戲是其次 最主要是跟朋友在那邊 喇敵賽聊天的經過過程 你好奇怪 對 然後第二個是 我有 為什麼上廁所會上這麼久 因為我有長照症 長照症不是應該很快嗎 對啊 但是 我老婆真的太會念了 你知道嗎 那我會念也是因為你的關係 他的念不是普通的會念 就例如說我們今天吃飯 一起坐一個圓桌吃飯好了 然後我可以說 我覺得這個湯有點不鹹 他說 你要去洗症是不是 那你以後洗症的話 我推你去曬太陽 我不會推你去曬太陽 我就叫他推你去曬太陽 對 他就是開始會延伸很多 我是說推你去曬太陽 不把你推回來 你延伸一大堆 然後開始再把舊的事情 再拿出來加 那是為了你的健康早下 對 你先讓我講 現在是我時間 然後他就會開始連說 你看你昨天那個 那麼愛喝飲料 你糖尿病喔 我是愛你 我知道是為我好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 那種男生 但是我們不愛聽人家念 對 跟著親近一點 你告訴我說 這個以後對 你身體不好 這樣我其實就會聽進去 講一遍我們就知道了 對 一次就好了 你不用一次隨隨念 你上廁所很快 你只是為了躲避 靜香一直念 對 就是那就把持續帶進去 靜香你要課他這件事 就在廁所 裝一個小喇叭 出來了 上完就出來了 上好了沒 上好了沒 你說他很過分 他為了不要我唸他 他就去買那個耳機 然後還有抗噪功的 我在唸的時候 他完全聽不到 對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給我們更多意見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跟 Somewhere 見到 我們有甚麼過一天 給我們 還買不到 可以選擇